重要的地方就是利用 所以这第一个啦 你要熟悉三米符啦 这三米符其实用到的机会还蛮大的 而且非常好用 OK 第二个的话 所以你要多挤三个参数 然后 尤其是中间这个 criteria 尤其是这个信号 信号的位置 跟那个问号 这个万用资源 这可能要熟悉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我今天 假如我不要用三米符来做 我想要说 我自己写个VBA好了 那VBA执行的 自动结果也可以出来 也就是我如果不知道 说万用资源这个东西 我可不可以写 可以啊 那可是要怎么写 接下来的话 一 我们一样怎么样 在Visual Basic打开 然后一样怎么样 在这个专案上面 专案下方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那模组的名称也就叫什么 叫Sub 你一样叫Sub Sub 空一格 然后名称的话也许叫什么 叫这个 产线人员之和这个 把它贴上 然后Enter一下 好 接下来的话呢 程式该如何行 基本上呢 如果你不用三米符的话 那假设我自己要写一个VBA程式 第一个 道理我刚刚讲过 范围就for 所以你可以有for i 等于什么呢 第几列呢 第二列 帮我把第二列到第十一列 跑一遍 然后拿一个nex 做什么呢 判断一下判断什么呢 判断那个 如果这个A栏的开头两个字 是产现这两个字 的话 那就帮我把它的同一列的C栏 这个资料呢 帮我累加 累加 所以这边说 一 如果 和一幅 一幅什么呢 A栏 A栏的话 就Sales 刮断 哀烈的A栏 这个我想前面都有写过 然后前两个字怎么去述 前两个字 这个的前两个字 前面 Letter 前刮断 然后 这个里面的斗点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前两个字 两个字 后刮断 这样的话就前两个字 如果等于什么呢 产现 所以这边的话就打一个 产现 两个字 的话 这样 空一格 所以这个是一个条件 如果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然后 then enter两下 先打enter if 然后移到中间按个Tab 做什么 做什么 你要下一阶 OK 所以这个养好习惯 然后呢 帮我把 这一个 资料 累加起来 累加 可是问题怎么累加 特别是要 这边我们可能会需要多一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的话呢 它预设值等于0 所以一般习惯 我可以在上面加一个sum 假设我 多增加一个变数名称 叫sum 等于0 好 这个有点像是 以后呢 就帮我把 这个词 都通通放到 这个里面 然后特别是累加的写法 叫sum 等于什么呢 sum 自己本身加上什么 同一列的c栏 同一列的c栏 同一列的c栏的话怎么写 其实就是这个sales的 i列的a栏怎么样 把它改成c就可以了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程式就写完快一半了 好 几乎快写完了 特别注意哦 所谓的累加就是说呢 他会帮我怎么样 如果 是不是产现两个4 然后就把同一列的c栏 4903 帮我 加 上 上 他不是0 意思说 做完这个计算之后 存到前面去的意思 所以特别是这个等号 跟你以前理解的等号不太一样 他应该是把后面计算完的结果 帮我放到前面的那个变数里面去 所以很多同学卡都卡在这里 因为以前你们看到等号就认为说 什么运算完加到后面去 什么运算完加到后面去 1加1等于2 2是不是 这个程式刚好跟以前你们所理解的那种数学的计算公式是不一样的 我发现很多东西 就很容易卡在这里 把后面的东西计算完 存到前面 所以 4903 所以再来怎么样 他就跑下一个 下一个是不是 不是 所以这个不会累下 这个是不是 前两个是4 所以呢 上下里面是4903 所以他又会把4903加上3906 加完之后又存在前面去了 有没有 就变成应该是8800多吧 OK 然后呢 一样的道理 一直往下 那最后的话呢 我希望什么 最后做完 做完的话在NAS下面 表NAS就是已经全部跑完了 那我要把结果 结果是多少 sum 累下的结果 帮我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个储存格 所以特别是哦 把sum的结果丢到这个储存格的话 怎么写 这个储存格 我们最简单的 称呼它的方法是什么 用range 比较简单 range 什么呢 1 这个什么呢 12 对啊 12 等于sum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什么 帮我把这个上里面加总的结果 帮我放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成事 就写完了 那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其实我发现很多人 其实也不是说不会写 只是说因为你以前太多包袱 可能一直在寄钱东西 然后看到这个就觉得 完全没办法体会 没办法 就是感觉 欸 为什么会这样子 这杯水啊 规则完全不同的 所以请各位 重新 再定义 把这个东西 把你以前的东西先忘掉吧 这个程式是这样的规则 把后面东西 放到前面去的意思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是一个计算公式 计算完之后放过来 这个是直接把这个变数里面的值 丢到这里面来 OK 这样就完成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那以后写法 反正都大致上的一通 你只要能够体会这个流程的话 那以后资料的转移 就大概是这样而已 程式真的不多 就真的 神神要写去 都在写这些东西而已 OK 然后再转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我按F8 上目前里面是0 然后 跑一下 这个 如果我把Labs 这个选起来 那里面就是什么 产线 那么 两边会不会为True 应该为True 所以呢 你会发现 这里面是4903 对不对 然后现在有0 加完之后 这个跑完之后的话 那SUM里面放什么 4903 把后面的东西 存在前面的意思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等号 应该是把后面计算完的结果 放到前面的意思 OK 然后全部跑完 所以第一个OK 第二个的话 他人事部没有跳过 然后他还是4903 那第三个产线2 是不是4 所以你会发现 因为这里面呢 3906 加上多少 4903 把这个计算完之后 盖过去 因为变数吧 他是可变的 所以会盖过去 就跟那个剪贴簿一样 Ctrl11 再下一个 他把盖过去了 880509 OK 然后一样 下一个 那最后的话 我把这个全部跑完了 跑完之后 他就变成23884 要把23884呢 放到这个储存格的话 那实际上 就是复制过去 23884就OK了 所以特别最好 反正整个流程 基本上就是 先算完 然后再放到某个储存 所以以后呢 把储存格之间的资料交换 复制来复制 其实也是把哪一个等号 后面的东西 复制到前面去 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并没有很复杂 所以之前的朋友 一直问我说 老师要怎么把 储存格东西 复制到另外的储存格 很简单 所以加一个等号 不就好了 后面的储存格 只会丢到前面去 OK 如果一个大范围 就是另外再用 Range Range.Copy Copy 就告诉他 正2.0 它就过去了 其实比你想象的还简单 只是说 有些同学 可能观念还没有厘清 如果你清楚的话 那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一段程式码的话 在云端上也有放 OK 只是说我上面有加注解 你把注解拿掉 就跟我刚刚写一模一样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